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照聚焦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班农 这是班农昨天晚上在他的 在他战争史里面对有关加兰 主要是对加兰跟FBI 做出了非常直截了当的一种描述 FBI就是盖世太保 那加兰他说在中期选举之后 如果共和党夺回了国会 一定弹劾他 弹劾完之后给他送到监狱去 然后他说加兰兄弟 你洗干净准备好了 这是班农昨天大概在他节目当中讲 班农的节目也是上午一部分 就要上午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 他完全是直播的 那班农这么讲 我个人觉得就是是非常吻合他的说法 那比较那这这篇内容呢 比较特别是登在英国的每日电讯上 英国的每日电讯是左派 那班农这么描绘呢 就描绘FBI作为盖世太保呢 其实不仅仅是班农这么描绘 我们看到很多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描绘的方式 也是这么用词的 所以应该不是很出奇 那出奇就是英国每日电讯如果他突出班农的描绘说法 代表着在左派的媒体当中呢 对有关这件事情同样持保守 同样持一些怀疑态度 就是他们并不是完全导向司法部或者导向加兰的 那我们我昨天看到那文章 但昨天晚上我没有做节目 所以昨天我们看到这篇东西 但是在今天跟我们刚才报道那篇内容 就是华尔街日报登出来的 那FBI跟这个加兰引用间谍法来对川普进行调查的话 那现在可以看来完全是违法的 就是他是无知的 加兰跟FBI犯到的是司法上的错误 在司法上错误的背景之下 你再去看班农这段话 那就觉得就不仅仅是一份愤怒了 他就变成了一个是真的真实可行的 因为如果如果加兰完全出于一种犯了职业上的错误 专业上错误 而加兰曾经是奥巴马推崇进入最高法院的话 那那他的罪名就是说在民众社会中 在美国的社会中 在包括国会的本身的讨论当中 加兰没有任何机会 非但加兰没有机会 就连民主党本身也没有机会 而我们上期节目中讲了 华尔街日报是左派偏左的 那我们现在看英国的美日电讯也是偏左的 如果媒体在讨论当中逐渐去回归他们一个正当性 就是媒体的正当性是应该展示各种观点 而轻易不去展示他们个人的观点 展示各种观点是基于事实跟他的专业知识的角度 法律的专业性很强 美国的法律太复杂了 就像加拿大的会计的法律是非常复杂的 你只能请专业的人讲 那一般的人讲不清楚 包括媒体人也讲不清楚 但如果作为美国的司法部长 犯了根本性的法律上的错误 专业错误的话 那他是被弹劾 那要不然他辞职 他只要离开这个位置 他可能就会遭到刑事指控 因为他的方向是刑事指控了美国总统 而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选的 所以你在以这样的方式去刑事指控的过程中 而你用的法律是错的 是基于你的无知的基础上 那当然是得进监狱了 美国人民选的会让他进监狱 所以我想在我们刚才看到那篇内容之后 你再去看班农这段话 就应该就觉得更贴切 非常贴切 他对FBI的指控 这种盖世太保的指控也就变得很贴切 FBI就是盖世太保 共和党掌权之后 要把加兰送到监狱去 作为一种报复 那班农是采取这样的方式 他的表态通常也是这样的方式 在有关法律的问题上 我再次跟大家提醒 给班农打官司的律师 就是现在川普的律师 给班农打官司的律师 就是现在的川普来对付司法部的同一伙律师 同一伙律师 那这些律师呢 他是给 他的前身是给保险公司打官司 他替保险公司出头的 那意味着这些人不是他们好和不好 我跟大家解释过 川普用的人呢 都是非常具有社会现实的 具有社会真实跟社会现实的人物 也就是说他选的人 他选的人是真真切切 不是说不仅仅是从哈佛毕业的 是真真切切 真家对卖门干出来 看我节目的朋友什么样的人都有 连这话就理解不了 说他不够什么一定学问 不够一定的营业执照的话 你就是侮辱他 哪和哪儿的话都听不懂 不是那忙的事 班农把FBI对比成盖世太保 是偷偷摸摸的在执法 那释除阻止让美国再伟大的 这是让美国再伟大的运动 那阻止让美国再伟大的运动呢 作为一个运动 实际是阻止2022年美国的中期选举 其实他讲的是这意思 一定会弹劾他 而且对他进行行使指控 我看到他设计的内容不是很多 设计就是他真正节选内容不是很多 但突出的就是美国中期选举 所以他的焦点在美国中期选举 那在班农的眼睛里也认为 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的问题上 是无力可操 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办法 而中期选举呢 很显然让美国再伟大呢 就是川普所推动的 所背书的一切呢 已经让共和党完全团结在川普身边 所以他没有任何能力 就是没有任何机会 也没有任何能力去阻止这件事情 现在的故事是这样的故事 当没有能力和阻止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他的认为呢 也就演变成 司法部对川普的直接打击 在班农的节目当中 隐喻当中是这个含义 英国的美日电讯没有明确这么讲 但他的含义是这个含义 所以他就做了比较 那加兰承认签署法 签署这个搜查令 是他自己签署的 那班农说 整个民主党人在中期和2024年 唯一获胜的机会 就是用偷偷摸摸的方式 执法的方式 来阻止让美国再伟大的运动 那而突袭的本身却是非法的 所以他的指责在这里面 在文章中间就讲述这个过程 在文章的后面 他就提班农讲说 突袭的本身是非常令人发指的 共和党不会在新的一年 托付给任何这种行动 或者说发誓要组成新的国会 那他说起码在众议院你可以看到是翻红的 那如果你想阻止让美国再伟大的话 这种唯一的办法就是执法 所以这是班农的看法 因为今天的美国社会 今天的美国社会 在左派的势力当中 唯一拥有权力的就是总统 那总统任命了司法部长 那唯一能够行使权力的就是司法 所以这是班农的整个这个 就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唯一的做法 因为民意已经在那里了 在美国的大选当中 他们阻止了民意 他们以欺诈的方式盗窃了选举 那现在呢 经过这两年多呢 人们都已经知道是怎么样的游戏了 所以东西也不可能再能够重复了 那唯一能够重复的就是 想去重复2020年的选举的做法 可能性不大了 所以只剩下执法了 所以就发生这种事情 这是行不通的 我们不能容忍的 在民意调查中大获全胜 然后弹劾你们 把你们送到监义去 因为你们太耻辱了 你们幕后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偷偷摸摸的事情 绝对是离谱了 所以这就是应该说 2022年不可能再发生 2020年的美国选举的状况和机会 那唯一出现故事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 唯一能够出现故事的 就是靠执法 靠加兰 也就把加兰赔进去 那这个说法呢 跟我们大家分析的 说加兰的故事 加兰说我干的都是我干的 是相当吻合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